拿手机拍上又拍下 越看越惊恐 工作人员弯下身 捡起掉落的瓷砖 原来前一刻这砖头从天而降 重重砸在地板断成好几节 当下不少逛街顾客来来往往 这砸下来吓坏不少人 当时一对情侣党就在里面逛街 结果走着走着就听见一声巨响 有一个砖头从天而降 而这一刻是吓坏了这对情侣 因为要是他们再走慢一点点 很有可能当下就直接砸上他们 15号下午4点多 新店玉龙城内成品商城区 一楼到二楼有内部的造型瓷砖掉落 业者在案发当下就已经立刻处理 也把可能会在掉落的地方清除完毕 但对消费者来说 这惊悚记忆难以抹灭 当时在D-Car 剖文 画面正在剪得只是断掉的小小一块 比较大块的被工作人员的推车给挡住了 当下真的很可怕 砖头掉下来就代表 一定是当初在施工的过程 让一定有人没有收拾好 才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需要在他们再 花更多心思在这上面 是不是他们的内部要稍微检讨 一个掉下来对人的 蛮有生命的威胁的 成品回应经过确认 这是壁面的小瓷砖 已经全面检测 确保安全无余 但床所应该要善尽管理之责 造成公共安全疑虑 公务局将会依照建筑法 裁罚六万元 新店玉龙城从市营运到如今都还没满月 却状况连连 这场杂砖意外 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这恐怖巨响 顾客爆受惊吓 TV网络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